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和三星以分别计划在德州泰勒和亚利桑那州建设新工厂。 三星打算到2030年投资450亿美元,以获得美国晶片法案64亿美元补贴。 台积电投资约650亿美元,以获得晶片法案66亿美元补贴。 韩国业界人士认为,这些投资计划恐因川普当选而生变,川普可能会对外国代工厂的补贴提出新的条件。 韩国媒体最近预测,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1月若再选上总统,三星可能会缩减在美投资,将重点重新转向韩国。 台积电也可能缩减在美投资。 韩国媒体报道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川普胜选可能会重新把重点放在支持英特尔和格罗芳德等当地晶片制造商, 并且可能会大幅减少对三星和台积电等国外公司的支持和补贴。 三星还将原定于今年7月在美国泰勒工厂的营运推迟至2026年,这一决定是在考虑到此类美国国内变化的情况下做出的。 此外,SK海力市今年4月宣布将投资38.7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建设一座高频宽记忆体HBM封装工厂。 SK集团会长崔泰元7月下旬表示,他们不知道根据美国总统最终结果会发生什么变化, 但如果不提供补贴,他们可以重新审视他们的投资策略。 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2024年3月4月,英特尔和台积电根据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分别获得85亿美元和66亿美元的巨额补贴, 用于在美国国内建晶圆厂。 与此同时,旨在支持欧洲半导体产业的欧洲晶片法案却动作迟缓。 至今,英特尔和台积电的欧洲建厂补贴均被获批。 2021年4月,欧盟内部市场专员Terry Bratton会见英特尔和台积电代表, 提议提供超过110亿元的补贴,鼓励他们在欧洲建厂建立本土半导体产业链。 欧盟委员会与半导体行业的互动为此奠定了基础。 尽管已有初步讨论,但于2023年9月生效的欧洲晶片法案 在批准成员国工厂项目补贴方面进展缓慢。 邀请英特尔和台积电投资的德国因欧盟委员会的犹豫不决而面临延误。 尽管德国已为英特尔拨款100亿欧元,为台积电拨款50亿欧元,但仍有待欧盟最终批准。 德国官员警告称,如果得不到及时批准,英特尔2024年底开工的计划可能会受到威胁。 英特尔声称将把最先进的工艺带到欧洲。 该公司执行长帕特基辛格于2022年公开宣布,在德国马德堡建设晶圆厂将投资300亿欧元,但该项目在过去两年中多次推迟。 与最初高调的投资公告不同,英特尔在随后的财报电话会议和新闻稿中并未给出德国晶圆厂建设和投产的明确时间表。 据报道,最新传闻的开工日期是2025年5月。 据英特尔官网介绍,马德堡晶圆厂第一座工厂预计将在欧盟委员会批准后的4到5年内投产。 这意味着,即使能在2024年下半年或2025年上半年破土动工,德国晶圆厂也要到2029年或2030年才能投产。 英特尔已将重点转向爱尔兰、德国和波兰的投资,由于资金限制,已暂停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计划。 该公司旨在利用私募股权为其爱尔兰工厂提供资金,并提高德国和波兰的生产能力。 台积电在德国的扩建项目,包括台积电与汽车客户英飞灵、博士和恩智浦的合资企业都在等待欧盟补贴批准。 尽管有所延迟,台积电此前仍承诺在2024年底破土动工,并计划于2027年投产。 英特尔于2022年宣布在马德堡进行重大投资,但已多次推迟。 报告显示,建设可能于2025年5月开始,预计要到2029年或2030年才能投产。 尽管补贴缓慢,但知情人士表示,台积电会于今年8月在德国德勒斯登为其在欧洲的首家晶圆工厂举行电机仪式。 这是这家全球顶级晶片制造商扩大全球生产制造足迹的最新里程碑。 消息人士称,台积电董事长兼总裁魏哲嘉会于8月下旬率领该公司代表团,接待设备和材料供应商、客户和政府官员,以表明台积电对在德国投资的承诺。 台积电德勒斯登工厂,正式名称为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计划于2027年底投入营业。 邀请还显示,该工厂将代表欧洲可持续半导体生产的新维度。 台积电的欧洲合资企业拥有包括英飞玲、博士和恩智普在内的几家顶级晶片制造客户作为主要投资者,每家公司占股10%。 该项目将耗资超过100亿元,折合108亿美元,旨在满足欧盟对汽车和工业晶片本地化的需求。 为了推动该项目,台积电聘请了行业资深人士,前博士高级副总裁兼德勒斯登工厂经理Christian Koch来领导营运。 台积电德勒斯登工厂,近邻博士工厂,英飞玲正在不远处,耗资51欧元扩建工厂。 该工厂用于生产功率半导体、类比和混合续号晶片,计划于2026年开始生产。 在许多主要国家要求,将部分重要晶片生产在本土完成之际,台积电也正在日本和美国以及台湾扩张。 台积电及其供应商正努力在2025年前将其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首家尖端工厂投入生产,并正在为其位于日本雄本的首家工厂进行施生产。 该公司还致力于2025年在台湾将2奈米晶片,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晶片投入生产。 总体来看,欧盟委员会于2022年推出的欧洲晶片法案旨在筹集430亿欧元以增强欧洲的半导体行业。 目标是到2030年,全球市场份额达到20%,然而审批进展缓慢,只有意大利和法国为依法半导体和格罗芳德的项目提供了补贴。 补贴审批的延迟导致许多项目陷入困境,令德国官员和行业利益相关者感到沮丧。 Wolf Speed、安森美、英飞灵、异法半导体和格罗芳德等其他公司也宣布了欧洲项目,但又与欧盟尚未批准,进展有限。 在德洛斯登投资51欧元的英飞灵也在等待德国11欧元的激励补贴。 Wolf Speed的德国工厂被退之两年,重新将重点放在美国生产上,安森美在捷克的20亿美元扩张计划也在等待补贴。 欧盟缓慢的审批程序与美国晶片法案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自2024年初以来迅速剥复补贴。 这种欧洲官僚主义的拖延招致批评,德国智库Interface的专家认为,由于建设延误和挫折,欧盟在2030年前实现其半导体市场份额20%的目标,已经越来越难以实现。 由于宏观经济需求疲软,欧洲恢复晶片生产的计划遇到了障碍。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